第二次斗魂大赛中王丘尔有多猛,以一人之力带领史莱克进入决赛,随后唐门对战圣灵宗贝贝灭杀圣灵宗二人,引得唐雅登场相见贝贝不相识,剧情紧接上级斗魂大赛半决赛即将开始,第一场由史莱克学院对战天龙门,史莱克戴战区中只见玉天龙大步朝着王丘尔走了过来,戴华兵看见来人猛地站起身,却见王丘尘声喝到坐下,戴华兵闻言神情一领变老师坐回原位,霍� 一向桀骜的戴华兵居然对王丘尔言听计从,不禁令他心中暗道真是一物详一物,玉天龙看见皮肤白皙颜值绝美的王丘尔,呼吸都不自觉急促了起来,随即他便准备与王丘尔打赌,只听玉天龙说道,个人淘汰赛第一场我会上场,希望能够和你一决胜负,在一番交谈过后张乐轩提出了约定,若王丘尔输了从学院毕业后就加入天龙门,反之玉天龙输了那么便要做王丘尔三年的侍卫,一想到能跟 美女亲近玉天龙当即答应了下来,而王丘尔听到张乐轩的话却露出诧异之色,他知道张乐轩是想撮合他们二人,可王丘尔的心里只有霍宇浩,就见王丘尔淡默地说道,如果我赢了我不用你当我的事务,就直接结束这场比赛吧,玉天龙听闻没有半分犹豫便接受了,他自信论实力还没怕过谁,很快双方队员上台,裁判正战也告诉了全场观众,史莱克和天龙门的队长决定一战并胜苦,而这一决定瞬间引起了全场哗然,王� 王丘尔的呐喊声响彻全场,巨大的声望将王丘尔自己都吓到了,在日月民众心中他居然有这么高的人气,玉天龙听见呐喊更加亢奋了,在他看见王丘尔第一眼的那一刻连孩子信什么都想好了,此时他心中暗暴万众喜爱的女神若能成为他的女友,那感觉肯定很爽吧,而这匹猎龙想要征服他,第一步便是要击败他,随着比赛开始,王丘尔身上瞬间爆发出一股恐怖战役,感受着这股战役玉天龙脸色凝重,在他眼中王丘尔 王丘尔仿佛成为了一条黄金巨龙,恐怖的威压让他的蓝殿霸王龙武魂都在微微站立,显然这是龙类武魂的血脉压制效果,下一瞬王丘尔粉蓝的长发骤然变成了灿金色,全身除了面部皆是被金色龙鳞覆盖住,玉天龙也不甘示弱,两黄两紫两黑六个魂环升腾而起,蓝紫色的龙鳞同样蔓延全身,两手一撮黑色的雷球快速朝着王丘尔电射而出,王丘尔一声龙银丝毫不必正面冲了上去 灿金色的右拳猛的砸中那雷球,只听轰隆一声,那雷球炸开化为一张电网想将王丘尔笼罩在内,未料想气势如虹的王丘尔硬生生将电网轰出一个大洞,看见冲过来的女武神玉天龙心中充满了震撼,可此刻顾不得那么多,只见玉天龙身体骤然暴涨至良迷雾,一到雷霆龙爪就抓了过去,不过下一刻龙爪便被黄金龙枪搅碎了,枪尖前只只取玉天龙的胸口,玉天龙一手前身想抓住龙枪, 同时肩膀朝着王丘尔撞去,王丘尔哪会如对方所愿立刻收回龙枪,二人肩对肩狠狠地撞在了一起,金色的龙铃和蓝紫色龙铃碰撞开来,接触瞬间玉天龙只觉一股恐怖剧力传来,下一期他的身体倒飞而出竟然贴在了远处的魂倒步骤之上,他的力量太强了吧,玉天龙心中骇然不禁赞叹道,力量比拼输了却不代表比赛输掉,玄机他双臂一盏第四魂环闪耀,一颗栩栩如生的两米� 龙头直奔王丘尔轰去,这雷霆龙手活灵活现也说明了玉天龙即将步入七环,另一边王丘尔也有所动作,只见他的前三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,黄金龙体龙的力量黄金龙拳,下时间他的身躯暴涨至两米高,双眸也变成了属于龙的树桶,随即王丘尔前踏出拳,一颗如黄金雕刻般的龙头悍然迎了上去,金色龙手与蓝紫色龙手正面悍然碰撞,一片元素风暴骤然迸发,在地面形成了深不见底的大坑 发出这一击后王丘尔的动作并未停止,黄金龙枪前踹就朝着玉天龙刺去,看见对方如此强势玉天龙内心的骄傲也被激发了出来,他双掌相对一颗七飞雷球瞬间出来,那雷球硬生生挡住了黄金龙枪的穿刺,不然玉天龙全身七飞雷光向外扩散,王丘尔还想前刺龙枪却无法动摇雷球分毫,这令他有些吃惊,殊不知玉天龙更加吃惊,在他看来黄金龙枪应该是金属可以倒电才对,此刻他将雷 雷电提升到极致已经达到七环魂胜水准了,却依旧无法顺着黄金龙枪蔓延到对方身上,一记不行再换一记,玉天龙狂笑一声便将雷球引爆开来,恐怖的雷光瞬间遍布王丘尔全身,那撕裂的痛苦令他痛不欲生,可他的性格无比刚强字典中也没有后退二字,第六魂环光芒闪耀全身血光大放,随之第四魂环亮起一层层金光向外爆开,将那雷霆之力扫荡一空,紧接着第五魂记黄金龙咆哮狂暴坐下 玉天龙脸色大变当即施展出第六魂记蓝电龙吐息,二者的最强攻击发生了剧烈碰撞,一时间比赛台上充斥着金蓝色的冲击波,谁赢谁输,观众们的情绪极度紧张,尤其是王丘尔的拥顿们,只要王丘尔能赢就证明他是本届第一龙魂尸啊,不多是二人的身形显现了出来,王丘尔大口喘息嘴角流血,玉天龙更加糟糕鳞片翻卷脸色苍白,这一刻双方眼中依旧满是疯狂的战役,玉天 玉天龙抬起头大吼道,我还没有说,说把他全身再度闪起了狂暴的雷光,他双臂展开快速前冲朝王丘尔和抱过去,他曾经试过花岛言都在他的一抱之下粉碎,而王丘尔却是双手抓住他的龙爪,猛的向后一带就像投入对方怀抱似的,下一瞬灿金色的膝盖就顶在他的胸口上,伴随着轰隆一声闷响,玉天龙整个人都被砸进了地面之中,比赛到这里胜负一分,玉天龙口吐鲜血看见天空眼中露出不甘之色,可 他再也没有机会了,若非王丘尔手下留情他已经死好几回了,不过斗罗正战快速上前检查玉天龙的情况后,立刻宣布了比赛结果,史莱克学院王丘尔胜,兴奋的史莱克众人迅速冲上台,将王丘尔用力地抛向空中,唐门众人同样纷纷站起身鼓掌,王丘尔凭借一己之力带领史莱克进入了最终的决赛,至于玉天龙不顾王丘尔反对坚决要兑现诺言,在王丘尔身边坐三年的侍卫,很快时间到了下午, 第二场由唐门对战圣林宗,圣林宗前来的一共九人,最前面的赫然是歇虎斗罗张鹏,在他身后的则是让霍宇浩感到熟悉的神秘女子,以及唐雅和其他六名邪魂师,主席台上徐天然问到国师双方的获胜概率,那国师表示圣林宗有八成获胜机会,而唐门之所以有两成获胜机率,主要体现在唐门变化多端的战术上,对于徐天然来说谁赢都无所谓,需时间过后,个人淘汰赛双方队员登场,唐门这边� 比赛中,贝贝使用了慕恩的两大成名绝学,第一招龙皇破鞋裂,即精神力魂力魂技以及战绩四位一体,四掌过后那邪魂师魂帝强者,全身金光四散身体炸为无数碎片,随后面对第二位邪魂师魂帝贝贝使用了慕老的另一绝学龙皇镇欲剑,这招绝学专刻邪魂师,歇虎斗罗看见这招浑身颤抖,他只觉仿佛回到了当初慕恩压制自己的那一刻,十几条带着天地正气凝聚的光明圣龙,全部命中 那圣灵宗的邪魂师队员,没有意外贝贝再度击杀一人,死在这名邪魂师手上的早已超过千人,贝贝连逼二人也算是未明除害,不过连败两人贝贝也是魂力消耗巨大,他却依旧不肯认输下台,只见他伸出食指正指向圣灵宗戴战区中的唐牙,唐牙似乎被激怒了,怒光森寒猛地站起身彼此眼神相对,在张鹏的许可下唐牙脚尖一点就跃上了比赛台,随着他撩起了黑色的大狗口, 一名皮肤白皙眼神暗蓝色光彩的爵士少女露了,喜欢的点赞关注追翻防止迷路哦,下一集解说唐牙将贝贝扎了个透心凉,唐门与圣灵宗进行团战。